今天这个玩法争议比较大 但是用来上分的话却很轻松 之前我都一直没搞懂 为什么一个肉装边路打野凯 他的胜率居然会那么高 直到今天 当我的经济碾压全场之后 我总算是误了 大家好 我是老猪 这一把的装备和名文都会在视频最后 巅峰赛1700多分 上路兑现的是一个金牌关羽 这个关羽有点东西啊 在和谐附近阴了我一手 但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凯这个英雄 你只要没被当场击杀 依靠你的一技能和被动 刺手五入一下 对面这一货等于白打 说到凯做这个肉装 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么玩没有伤害 顺风的时候还能混一下 等到了逆风了 那时混都没法混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重点 就是肉装凯在开启大招之后 依靠大招的攻击力加成和格党 在这个状态下 比凯肉的攻击力没有他高 比凯攻击力高的绝对没有他肉 如果我这是打野位置的话 你可以说我切不到后排 也可以说我对后排的威胁度不高 但是现在我是边路 而且还是一个可刺客可坦克的边路 一个高攻高防的战士 对面的C位只要走位靠前了 那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刺客 反之切不到后排 咱们还可以摇身一遍成为一个坦克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但是肉装凯的优势 这才刚刚开始 这一把运气还不错 可能队友觉得我是一个绿标 所以一直在帮我 虽然比较感激 但其实帮不帮什么的无所谓 因为咱们这个玩法不需要你去兑现 甚至于你去兑现的话 还会影响你的发挥 咱们的思路是清完线去翻野 有机会了才去拆个塔 在线上的时候最好是破打架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避开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不熟练的时候 又或者是操作失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被对面单杀了一波 导致敌方的上路顺起来 而你逃得出不去 甚至于对面上路会晚一点 直接带飞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你发挥的空间 俗话说的好 不做就不会死 在没有装备碰压之前 我根本就不打 我只干两件事情 清线和翻野 那你可能会说 翻野的时刻被抓了怎么办 因为凯没有什么位移 而且带的是审计 又不是什么闪现 你像是暗性的话 用这个思路 在野区打不过他可以跑 而凯面的这个情况怎么办 那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在目前这个版本 相同经济的情况下 刺客打不过战士 举个例子 你像是阿科 李白和安信 在野区碰到赵云点尾居肉精 只要双方技术水平差不多 不出意外的话刺客只能跑 所以当你一个编程肉装凯 入侵野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逗的事情 就是当你一技能减速 二技能位移之后 能够追上你的 你大招一开 他根本就打不过你 反正那些可以打过你的 他根本就追不上你 所以跟安信的 打不过可以跑步一样 变成肉装凯 他是跑不过可以打 当然了 要是碰到什么三四个人围剿你 那也是跟安信差不多都要完蛋 所以反野之前 还是要看一眼小地图 当咱们发育到经济差不多之后 这个阶段就可以开始打团了 因为不出意外的话 你的经济应该是全场第一 当然了 你继续代谢也行 毕竟现在你去代谢的话 无人可挡 但是老祖我觉得 这个时候打团收益会更大 这边队友黄中走位一个失误 被对面打野草草给留住了 就是来不及救了 只能是为他报仇 一刀暴击没有收掉 但是不要慌 一技能稍微减隔速 跟项羽一起打出一波联合控 再来一发强化普攻 没有收掉好气啊 果然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里白的运气咋那么好呢 我打出两个残血之后 全被K走了 这你让我上哪说你去啊 这边有个细节 凯的二技能强化普攻 是凯唯一一个可以运强的方式 但是由于这个判定比较严格 所以你要过墙的话需要踢墙放 会冲那一刀的时候 你不踢的墙是过不去的 另外凯的一技能命中目标之后 除了回血之外 还可以降低冷却缩减 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移速和攻速 同时降低敌方80%的移速 所以搭配上一个冰横之卧 以及二技能内阁小鸡飞 被你黏住的目标一般来说很难跑 所以在伤害这一块你不要觉得不够 够是肯定够的 就看对面能不能跑 像这一波也去爆发一波遭遇战 一技能再减个速 对面这个西施根本就动不了 这边绕了一下主要是断敌方后路 但是等我过去之后 这个人已经没了 这一波又是一个助攻 把公仔实锤啊 不过不要紧 咱们推高地就是了 因为老猪的凯玩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对这个打法的感触特别深 从头到尾 我没有去蹭队友的一波线 而且我的助攻和人头也没有几个 但偏偏我的经济就是最高的 而且高的你根本就看不懂 而翻野之所以那么顺利 就是因为占了版本的便宜 所以别人可能说凯玩的就是一刀 但是我觉得 肉装编路惩戒凯 观赏性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上分绝对很轻松 那我的名文是 银翼鹰眼上无双期货源 装备是巨人之卧抵抗鞋 暗影战斧兵横之卧暴裂和永夜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